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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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宠爱8%》 又是我你们的节目主持人Tessa 想认为很多家庭观众 都像我一样小朋友的时候 常常会养个巴西龟 当作小宠物 但你知不知道 原来龟其实有很多种 今天很开心 在Candace和Michael上来 还带了很多种不同品种的龟 和我们一起分享介绍 另外还会和我们说 龟的保育和领养 欢迎你们 Tessa 你好 Hello 你好 今天你带了很多不同品种的龟 还有你手上的这种 叫什么名字 这种叫斑斑 斑斑 这是你的最爱 是 那我们不如逐个逐个逐个介绍一下 Candace 你先介绍一下 是什么品种和什么名字 其实我手上的这种叫斑斑 其实它是斑龟 我们学名称中华花龟 也是水龟其中之一种 还有其他我们带了一些巴西龟 巴西龟 巴西龟就是我们小时候 多数小朋友都会养小小的 放在一个箱里养的 其实为什么我有一点点题外 为什么小朋友 那么喜欢养小的巴西龟 其实可能巴西龟本身就是小的 那些小朋友可能 买的时候不知道 原来其实巴西龟大了的时候 会不断长大 这么大一只 可以很大一只 我养过因为 这种那么大 OK 我们一只成长的巴西龟 对跟我家里的一只差不多 但我一只逃走了 因为多少年养了 其实如果是巴西龟 通常是三至五年 就开始可以这么大一只 是一只成体的龟 那一只比较黑 但都类似这么大一只 然后我知道 它们学这些鱗鱼 不是鱗鱼 先分担 是 一个就是水龟的品种 一个是绿龟的品种 另一只就是双龟的品种 双龟的品种 双龟的品种 我们可以反一反给家庭的观众 它有些橙色的东西 为什么 其实那是一个花纹 本身 因为其他龟 我比较少见到 橙色的花纹 是不是每一只 这只叫双龟 都会有些花纹 其实不是 不同的龟 有不同的花纹 我解释一点点 为什么它叫双龟 其实它 当它可以合埋 一个双 但是本身 可能这只龟 就太开心了 所以它就不害人 所以比较难 它完全不害人 合埋的时候 就是手手脚 全部都缩进去 好像一个盒 所以它也叫合龟 其他龟不是 都是这样缩进去吗 其实不是 其他的 是的 我见过 以前我养的龟 它只是半缩头 但好像没有缩进去 是的 所以它就会缩进去 其他就不会 是的 Michael 下面还有一只 我看到是什么龟 这一只就是草龟 或者坊间 它的样子好像金钱龟 珍珠龟 珍珠龟 也是我们本地的原生物种之一 如何分辨它 它有什么特征 其实它们草龟的本性 会比较善良一点 跟巴西龟 来比较 它是比较乖 善良一点 但它的水性 没有巴西龟那么厉害 巴西龟的水性 反而会更好 是的 我想问一下 草龟 换言之它是吃草的 草龟 其实也是吃龟粮 龟粮 那会不会吃肉 我们很少喂龟吃肉 其实我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 因为以前 连少瓦會有自己的小鱺 我家里有个小鱼 那些鱼会游泳 有空 然后鱼也在那里 第二天就没有了 那我的鱼致吃了鱼 那它会不会呢 即是我没有育它 假计它很漂亮的 一起游泳 其实鱼本身 其实它的天性 应该在水 那里 那它本身 在天性被被吃 吃小鱼 小鱼 子 都是吃乳仔 是的 當他們成長的時候 好像剛才巴西那麼大的時候 三年或以上 他變成成體的時候 他們可以吃蔬菜類的食物 是的 我也知道 烏骨仔會吃飯 菜也會吃 但會盡量給生的吃會比較好嗎 其實給生的我們不建議 因為通常我們為了營養比較均衡 我們會建議吃一些優質的龜糧 會比較好 Hannah 其實我看到你有這麼多食龜 是否全部都是你的 其實不是的 其實全部都是我救回來的 你救回來的 是 關於保育這部分 其實我們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 是有做一些領養的工作 有些市民可能會通知我們 他們可能會移民 又或者可能會在水池見到一些龜 所以就通知我們去做一個請求工作 那龜來了我們的贊養家庭之後 就會住一段時間 大約是三個月左右 我們這三個月之內 會視乎他身體健康 可能會幫他做一個稻蟲 然後就會去找一個新的家庭 其實龜領養我真的比較少聽到 但以我所知 Kanlisa 你手上這隻就是你救回來的其中一隻龜 是嗎 也是你的寶貝 不如你講一講他的故事 好嗎 其實這隻龜本身我們在水池裡發現 因為其實香港有一個比較有問題發生的地方 很多朋友以為龜可以放生 但其實龜放生對它是不好處的 為甚麼 你想想在一個水池裡 其實你在家裡養了一隻巴西龜 你不斷餵食它 但你放了它在水池之後 它根本就沒有人餵食 也沒有了覓食的能力 我那天就在水池裡見到很多巴西龜 唯獨是見到這隻班龜 是吃不到東西和反殼 還有有的比較不太好 所以我就救了它 為甚麼說不吃不到東西 是沒有東西吃還是吃不到東西 其實是沒有東西吃 是其他可能本身班龜的本性比較順良 而它在水池裡其實就愛不餵它 就算有的時候 它也未必可以給到其他 例如巴西龜那些 就是它爭到吃 剛才你說的反殼的現象 是不是就在這個位置 是的 這個位置就是反殼 還是它本身就是 我們煮一轉給家庭那種看 另轉面 這個位置就是反殼的現象 為甚麼會造成這個現象 其實這個現象 應該就是原先那個自主 就飲得不好 可能不是長期 本身是水龜 我們自養的時候 應該是長期在水裡 在乾淨的水裡 可能水不足夠 或者本身龜需要曬太陽去吸收鈣質 可能太陽曬得不多 導致它有一個反殼的情況 你看到其他這些殼 本身都生得不太漂亮 是的 有些粒粒不平 因為龜是一個 龜背、龜背、龜背的格格 一個山坡形狀 我看到它比較粒粒不平 但它很黏著你 剛才節目未開始的時候 這隻小龜在乾淨的身體裡 一直在爬行 這個比較少見 多數龜很少黏人 但它拯救了它多久 大約拯救了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 它剛剛來到的時候 和現在有沒有很大的分別 其實殼上面 因為它本身是成體龜 如果你說它完全康復 平了 其實我們也有請教過獸醫 因為它本身是成體龜 所以殼應該完全 因為已經定了 就不會好 不過明顯地 看到我們現在 在家裡長期浸水 給些休息龜涼去吃 定期曬太陽 其實殼本身 都開始有些顏色浮出來 好一點 因為原先這裡 都很繁忙 現在開始就好 如果好的時候 就會好一點 這個位置應該會 但這個位置應該 有些難度 有些難度 就可能解義時日 就會好一點 其實Michael 我想知道 你是比較熟悉 一些保育領養的工作 是不是 其實多不多 香港的人 是會 譬如不要一隻龜 不是拿牠去放生 而是真的會找你們 去找另一個 新的領養主人 最初我們 在香港 因為我們的會是2004年 在香港成立 其實我們最初 就是做了很多推廣工作 就是教一些市民 不要把那些龜 拿去水池放生 因為其實很多宗教也好 或者一些習俗也好 他們很喜歡 拿些龜去水池放生 甚至我見過一些淡水的巴西龜 就會拿去鹹水海放生 綠龜就會拿去水池放生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通常就會教一些市民 就說不要做這個放生工作 如果有些情況 譬如說他要移民 或者他可能搬到那個位置 已經不能夠再養龜 他們可以通知我們 香港兩色的巴授協會 就棄養這個龜 棄養了之後 就像剛才所說 我們會暫養一段時間 然後幫他找一個新的主人 一個新的家庭 即是你會先照顧你的龜 讓他的健康好些 或者適合給別人領養 然後再去找一個新的主人 對 其實你剛才說過 有很多人不清楚 這個龜是水性 還是綠地 還是鹹水 淡水 特徵上 你們倆可否解釋一下 怎樣可以分成水龜 綠龜 還是淡水 鹹水 其實最簡單的去分法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水龜是有這個磅 即是手掌的磅 就是一個水龜 至於綠龜 就會比較沒有這個磅 因為為什麼有這個磅 是用油水 會有得好一點點 當然我們都希望各位市民 如果想養一隻龜之前 當然是做足所有了解 這隻龜的知識 才去養 才去養 因為說真的 相信大家家庭觀眾 都會回想起 想當年小朋友的時候 有個龜箱 然後兩隻小的龜仔 幾顆石 或者波子加一點水 真的說真的 十個有八個小朋友 都會養 但有誰真的知道怎樣養 真的很難 不如Michael 你解釋一下 怎樣可以正確地養 小朋友都可以做到的方法 去養一隻龜仔 其實養龜 其實說得好像很容易 其實我們都發覺 香港市民去養龜的方法 其實太簡單了 其實養龜的話 其實都有幾個工作 我們要留意的 第一 我們選擇龜的時候 要買一些比較健康的龜 例如說 怎樣為之健康的龜 就是說 起碼我拿上手 它有一個重量 還有它那隻龜是要 有一個活 就是它那個比較活躍一些 例如譬如說 我們在養龜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隻龜爬來爬去 又或者是它有一個向上爬的傾向 這隻龜我們就介定為健康的 那回家的話 其實我們會給它一個 鋼去養 如果普通巴西龜買回來的話 我們都建議買一個大約 一尺半至兩尺的鋼 還有一個亂燈 或者是UVB的燈 嗯 很詳細的解釋 但以我所知 我以前真的只有一個龜箱 還有兩隻龜 還有一些波子 還有水 但我的龜都生養得很健康 都這麼大隻 我絕對沒有虐待它 但我想知道 你們多數都會建議餵龜糧 但有些是會餵熊蟲 是不是 那會不會有什麼分別 其實龜糧 其實我們分為主糧和副糧 那龜糧為何是比較好的主糧 就是因為龜糧有比較多的維他 即是它已經有龜的所需 日常所需 那你說紅蟲可不可以餵 其實也可以餵 不過你只可以當作一個小食 小食 一個星期餵一次 或者蝦肝餵一次 大數量就不可以餵蠅餵 因為它根本沒有充足它需要的營養 是的 蝦肝也是一件他們挺喜歡的東西 就是丟了下去 然後它好像翻山一樣 然後浮一下 沒有香口 是的 他們都挺喜歡 這個我也知道 那大概 你知道怎樣分這個龜的稅數嗎 因為你剛剛拯救回來 你會猜它還可以生存多久 其實因為我們都 因為以前的龜就是野生 現在的龜比較多是人工繁殖 其實我們都有詢問過一些獸醫 因為他們都說 其實以前我們就會看一些圈 有多少圈 去知道它的稅數 但其實現在因為人工繁殖 去自養 根本跟原先大自然的方法不同 所以其實我們都猜不到 只可以憑它的尺寸去大約猜到 OK 那這方面我想問一下Michael少爺 那你說的保育或者安排這個領養的手續 那些龜譬如他們已經收養了回來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病的話 你們會醫治好 才再給個領養的主人 還是會讓它自己搞定 但是教它怎麼做呢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時候的龜 已經在我們的雜養家庭 已經是住了一段時間 那我們都基本上是確保了它是健康的了 那還有其實我們會在2011年 也是做了一個獄戶署的動物福利機構 那獄戶署會有一些烏龜 是經過他們的獸醫 嚴格地檢驗過之後才會給我們 那所以我們能夠確保到 我們的龜是健康的了 那當然你說如果那些龜真的 來到一個新的家庭 那如果是有病的話 那會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它去看獸醫的 那其實香港市民也都比較接受 獸醫這件事的了 那近時就很多時候 有些市民跟我們說 就說我二、三十元去買一個巴西龜回來 那但是看醫生可能那個診金 都已經是二、三百元的話 那他們覺得很不值得 那但是現在已經不同了很多 就算是小朋友也好 他們已經有一個 動物福利的概念 那如果那些龜病了 他們也會帶他去醫生 那就是愛心 還有那個暗感 真的從小培養到大會比較好些 但是我想問 你說龜仔病 我怎麼才知道那隻龜病呢 人病我會叫 要不舒服啊 頭痛啊 那些龜不會出生的 那怎樣可以分辨到 其實最簡單 首先就是它 你看它的表面 譬如有時候很多人 其實我簡單說 說回來 冬眠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 龜其實是否要冬眠 冬天我不用理它 不是啦 我覺得 我真的龜不冬眠 其實龜是可以冬眠的 不過在香港我們就不建議冬眠了 因為香港的天氣 不需要冬眠 而根本就不需要冬眠 所以其實冬天我們希望 就給它一支暖管 固定它的溫度 讓它繼續餵食 因為很多人 譬如我提到訂的問題 就是他們不知道 後來就以為 那些龜不需要去調整溫度 於是乎 那些龜是過了20度 他們就不吃東西了 然後市民可能有時候 都打來求了 哎呀我的龜不吃東西啊 那是不是冬眠啊 過了夏天都不吃東西了 然後發現 因為他們可能以為不吃東西 又不悶睡 於是乎 眼睛可能腫了 或者有事 通常最普遍就是眼腫病 或者那些龜突然之間不吃東西 就可能有各樣不同的病 真的會留意 他放了一些涼 原來沒有親到 是不是有事 最重要是靠他吃東西 那一部分 然後就會分辨 剛才我看到 他的眼睛會閉上 而且有點濕濕的 是他會眨眼的嗎 為什麼他不怕我 他現在不眨給你看 他不眨給我看 他有些有趣 因為那些龜 我家裡有些 我這樣碰他 他就會縮進去 但為什麼他不縮 因為其實我們有看過 班龜 和我們剛才說的草龜 他都是比較善良 那些人的性格 那些人的性格 那些人就會跟你玩 你這樣擠他 他不會拗你 他不會的 OK 但他縮了 你突然縮了 他一會兒會伸長鏡 很有趣 他挺有趣 但他不會有聲音 其實人們經常說 龜會有聲音 會出聲 是真的嗎 其實龜是有聲帶的 但正常來說 他都會有機會叫 但有很多情況下 可能是氣管有問題 所以他才會叫 現在我有一個問題 想問一下Michael Michael我想知道 你主要保育和領養的工作 會不會加上繁殖那一部分 其實我們領養 很難和繁殖混合來講 因為其實如果我繼續在戶繁殖的話 就變成很泛男的龜 這樣就好像你越多 我這個很蠢的問題 不好意思 但我在這個問題之中 我想帶你出來 究竟龜可以怎樣分 男生和女生 不如這樣 你講女生 你講男生 Michael好嗎 其實我一個講 你一個講 很簡單 例如像班龜 他最主要看尾部 尾部 尾部就是看這個 哎呀他藏了一點 這個排泄孔 其實很簡單道理 這個排泄孔 最重要是越近尾巴 就是男生 因為他要藏起來的生殖器官 我明白 越近的殼就是女生 他的生殖器官在哪裏 他藏起來了嗎 他藏起來了嗎 哈哈哈哈 即是都是一條 是一條 有一堆花 一堆花 我沒見過 其實有些龜友 有時候 通常是水龜 正常 有時候會伸出生殖器官 有些龜友都以為他有事 生蟲 其實大家不用怕 最重要是不要嚇他 繼續在水裡 他就會自己收回 我想知道 癡性的龜就是想一些 但是龜和龜是怎樣交配的呢 其實不同的龜就是不同的交配的形式 例如一般這些 例如水龜就是 搭著 是的 但是他有個殼頂著 他會安排得到 他會安排得到 因為這是我比較貧乏的知識 因為我覺得 那些殼狀殼應該很硬 很硬 我不知道會有什麼交配 或者像魚一樣 在體外交配 那會不會呢 會不會呢 會不會是體外 我沒有顏色 在外面 龜也是體外 是的 即是體外出來 讓他們再結合 是的 即是不是在身體裏面 怎樣看 譬如魚 他會排卵 魚的男生就會排精 他在體外裏面就會結合 哦 其實龜是否這樣 其實龜是在上面搭著 然後譬如這些水龜 他就會伸出 伸出器官去女生命法那邊 哦 OK 即是都是體內交配的 是 接著他就會生一些蛋蛋出來 大概一隻這麼小隻的龜 是的 他的蛋會有幾大隻 大約這麼大 大約這麼大 他一胎生幾多隻 他好生 其實龜本身就算沒有交配 他都會生蛋 哦 是的 有些學的物體 但裡面沒有東西 我之前發現 是的 至於多少隻 可以有十隻八隻 要視乎龜的情況 但是他的尺寸 他生十隻八隻這麼大的蛋 那麼他整個身都是蛋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試過有些 求助的個案 就是譬如有些 因為剛才說過 就算他沒有繁殖 沒有交配過 他都會生蛋 我們試過有個個案 就是有一隻龜 已經是二十年 但是主人一直都沒有留意 就不知道 原來他沒有交配 他都會有蛋 於是乎 蛋一邊塞 其實蛋可以存在他身體三年 但是如果他生不到的話 他就會塞住一層 然後需要做手術 哦 即是他不會生出來的 那個蛋 如果未受精 不是 而是他可能某些原因 譬如他身體不太好 或者某些原因 他不能生出來 可能 如果知道他是女生 譬如三年或以上 他可能有機會生蛋 那我就會留意一下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他是不是有什麼事了 是的 其實龜龜 他會不會吃回自己的蛋 其實會 不過我們就不建議 特別給他吃 我不是給他吃 因為我發現我有蛋殼 對 因為其實龜生完蛋之後 他好像人一樣 耗盡了一些精力 他可能就不知道 會吃回一些蛋 不知道就會吃回一些蛋 是的 這件事不太好 因為蛋殼的殼也挺硬 是的 因為殼的殼 多數我看到 他留在殼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這就是我突然發現 蛋殼的原因 我想這就是 其實我也想問一個問題 多少歲左右的龜 才可以交配 而可以繁殖下一代呢 其實養了幾年就可以 幾年就可以 即是我小隻巴斯龜 養了幾年這麼大隻 就可以交配 那你會不會特意交配 我們不會特意交配 因為其實我 我其實 譬如我們見過 我們不是特意跟他們 安排交配 而是那些男生 紅性和癡性的龜 在一起 但是通常 癡性的龜 都不太喜歡紅性 是的 即是他會拒絕他 是的 他會有這樣的情況 你有沒有想到 他這樣 真的這麼有趣 會不會說 差不多年紀才可以交配 如果年紀太遠 就不讓他碰 其實是看他們自己 各個感覺 是的 剛才我看到 這隻龜龜 他是不停地做這個 在這裡游泳的動作 這個烏龜式 我們說的 為什麼他在這裡 他不是想游泳 其實可能他是想 下地爬 但是他是水龜 是他是水龜 但是水龜 會不會 不能留在陸地太久 一定要浸水 其實剛才說過 譬如我們養水龜 也有陸地 還有水的地方 還有陸地給他 其實龜也挺聰明 他會按自己身體的需要 的調節 就是上去陸地曬太陽 而他去吸溫 還有殺菌 當他覺得溫度需要 他就會下水 游泳 我們其實 真的有一點興趣想知道 這個尺寸龜 還有這個尺寸龜 是否可以交配 差很遠 有沒有可能 其實可以的 可不可以的 可以的 都可以的 這樣也可以的 可以的 原來不是算尺寸的問題 會不會是不同品種的 都會 其實沒試過 不過他們都會有這個衝動 是的 因為如果龜和龜之間 狗仔有混了種 那龜其實你有沒有發現過 是有些突發的情況是混了種 而被你們看到的 其實現在坊間都比較 都會有一種品種就是 頒龜運曹龜 啊 頒龜運曹龜 會不會有什麼特色 其實可能是商人本身 是想有些新的品種 給別人去選擇 嗯 其實都挺有趣的 其實我們這一節時間 就真的差不多了 但這個題目 我們還沒約完 還沒說這個保育和領養 也有很多龜龜的知識 還沒說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見